大家好,我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普传,我出一道中国,我们现在要早拍二十大了,我想请中心市文大二十大栏目帮我解答, 为什么两次党代会之间间隔而可见,而不是像中国两会一样每年都早拍? 乌然同学您好,您刚才提到的十九大、二十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,通常简称党代会,它的召开时间是有明文规定的,根据现行党章,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, 由中央委员会召集,全国两会指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,是年度例会,这是因为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是全国人大的重要职责, 每年会期规定在三月,可有利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照宪法行使职权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,至今一共举行过十九次党代会。 创党初期,中共一大、二大、三大均为每年召开一次。 此后,由于战争年代复杂的历史原因,中共党代会长期没有形成固定的会议周期。 比如,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,距离1928年的六大,整整间隔十七年,是历次党代会间隔时间最长的。 1956年,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,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,首次提出了党代表大会常任职,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, 并提出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,但在实际中,这一规定未能严格执行。 1969年,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,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,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。 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,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都属于提前召开的情形。 此后,到了1982年,中共十二大通过了新的党章, 明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,由中央委员会召集。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,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, 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,如无非常情况,不得延期举行。 此后,中共党代会均按照党章的规定,每五年如期召开一次, 这也成为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、制度化的重要标志。 党代会在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历史上,往往具有里程碑意义。 比如,十八大首次提出,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 十九大首次提出,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, 都反映了时代变迁和中共前进的脚步。 再过一段时间,二十大就将召开。 届时,中心社将及时报道大会新闻,让我们一起关注。 剧场 Hem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